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在上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访问到了中和区区长 赖俊达区长跟我们分享了 这个中和区这四年多来的一个改善 一个进步的一个方面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市民朋友要支持 市民朋友像污水下水道也是一样 我们这两年在沿山区的污水下水道 做一个接管 年龙馆的接管 所以比例都相对提升出来了 当然我们要也是营建署跟水利局 然后未来要针对整个南市区 还要拍摄我们的天际线 天际线这三年来清整了 有40栋的101岛的情况 让天空更美丽 对真的 就是你有时候看那个 爬满了一条一条线 其实光看就是觉得不舒服不好看 但是突然哪一天发现 怎么不一样了 你就发现原来是那些线少了 对线少了 对整个把天空还给我们 那其实您来这里这样子 将近跨四年的一个事件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几年 我们遇到了新冠肺炎 是不是对我们整个中和来讲 是您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跟难关 甚至还有之前的 是趋公病 对 108年就碰到趋公病 趋公病最主要是缅甸的 那我们中和缅甸人最多 然后暑假过去 结果带兵人过来 回来在国强岭国旗岭 所以那一年 那一两个月前去总动员 然后做知青等等消毒 所以忙了差不多一两个月 然后隔一年又 新冠 新冠是一个 全世界的议题 对台湾对整个新北中和 都是重中之重 因为新冠来讲 初期是在万华 对 然后在北龙 我们中和跟万华 就是华中桥的两端 对啊 一下就过了 所以人口又多 人口在全国 现住人口第三大 新北第二大 所以板桥中和的疫情 按照人口数来讲 这个数量都是蛮多的 光看数字的话真的蛮吓人 对 但是您带着团队守住啊 这个守住是109年那时候的 我们一个政策嘛 主角于境外嘛 掌控于境内 掌控于境内里面就是针对 居家简历者 就出国回来的 我们的区民市民 能够在防疫旅馆居家简历 所以那一部分 新北市也是首创全国 成立居家简历关系中心 对 那下午我们中也同步 成立台湾乡镇的第一个关系中心 然后再开始关怀我们的 这些居家简历者 我们的乡亲 让他可以在防疫旅馆好好安心的 嗯 不要爬爬 然后这个造成社区的感染 对 所以光这个电话关怀 到目前已经打了33万通的电话关怀 光中的5月17号 确诊个案 3,346个确诊个案 那先别人来讲 大概2万7千多个 那你这样5月17号这样的 这样的数字 你还要做疫调 你还要框内 你要隔离 你要采检 对 你要多么多好能力啊 是 你光你的医疗院所 的这个收治 根本没办法去互相 没办法嘛 你光中有2千7百多 3千3千3百多个 县诊个案 你怎么 不怕集中检疫所也好 或是防疫旅馆 或是医疗院所 根本没有有负担 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 新北市在我们市长 在防疫政策里面 从4月11号 他就这个 知道这样的一个 国内国际 很多世界的国家的趋势 然后因为我们在整个 台湾的防疫政策 后来的路径 防疫政策有稍微松绑嘛 所以也有造成一些社区的感染等等 然后就把我们这个 做一个4月11号的居家照顾 居家照顾就是我们做轻重的分流 轻的部分就在家里嘛 重的才是医院嘛 所以轻重分流 4月11号 4月20号以后全国实施 然后包括我们的 居家隔离的是一个转型 对 但是4月 应该是4月22号 及格的转型 及格转型就是说 我们的匡列的原则 本来是所有军数都要匡列 然后后来就是同住加点匡列而已 你想想看三千多个 哇你这个匡列下去还得了 但他的区域 匡列你一万多个 一万多个人 你要医疗你要匡列 你要裁剪 你要关快电话关怀 那个量你根本 所有医护能力 医护的量能 跟行政能力根本有没有去负担 但是这个是都已经 之前已经有 但是新北的一个防疫的一些观念 跟政策其实一直都是走在前面 对对 居家抓护 及格转型 另外是整个确实系统 建筑者系统的优化 及格书 多管道的去下载 这部分是否因为了解到 在5月19号以前的及格书 确认的及格书 至少要两天以上 百分之七十三 两天以上才能够拿到及格书 你想想看两天以上 表示有三天有四天有五天 甚至没办法收到了 这样的一个冲击怎么办 民众待在家里及格在家里 怎么办 要请假 要申请保险等等 对不对 所以那一段期间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 让中央能够优化整个确实接触者系统 或是法船系统 那后来在6月以后才改善 那这段期间 公所接触者及格书 每天都有两百多个员工 没有礼拜六礼拜天 就开几个书 这段时间真的都舒服了 那时候因为整个没法优化 有时候确实系统当机 或是拉不动 当在那边 民众也收不到 只能通过人工去系统里面去抓资料 然后去打电话 一些民众的一个不满的声音 其实都是我们地线人员在承受 对对对 但是呢 在这个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我们新北 我们综合的一个防疫的成果 其实也让很多国外的一个媒体 国外都有来做一个报导 包括这个德国之声 包括NHK 其实大家都是来采访我们台湾的经验 新北的经验 对不对 对 因为整个事务的防疫政策 当然也包括我们初期的中央的防疫政策 然后整个疫情 台湾的疫情这样很快的舒缓下来 那所以后来德国国家电视台 德国之前是国家电视台 还有日本国家电视台 都来中俄 还有台湾的公共电视 都来中俄采访 就采访什么呢 采访即家检疫关系中心 还有如何帮我们即家检疫者送餐 然后领药 然后电话的关怀 还有机关的防疫 还有学校的防疫 还有社区的防疫 所以每次来 每一个国际电视台来采访 都是采访一整天 甚至两天三天 就是完整的报导 它是一个深度的报导 所以这是我们在整个 让世界看到台湾 台湾的防疫 特别是基层的防疫 第一线的防疫 这是我们新北中和对台湾的贡献 因为这个响应国际 然后也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防疫策略 跟执行 所以这个总共透过国际媒体有33个国家 有触及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报导 触及数33个国家 这个触及人口达到世界人口的一亿七千多万 真的是让世界看到台湾 这也是最棒的一个行销 那当然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我们也看到了中和有蛮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区长你自己认为 现在中和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和 中和现在的中和 当然我们也还要再更加精进 我们不管在任何的七阵的各项品质 环境的品质 大陆的品质 交通的品质 还有一些人文 人文包括我们 我们中和其实文化也是多元的丰富 这里面包括我们缅甸新住民文化 缅甸街 多兰亚的美食 华兴街 然后这个泼水街 缅甸点灯街 真的很多元 新住民都在我们中和 还有东南亚书籍 那个都是响意前台的 那又有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我们新北第一座哈克館 就在我们中和 还有原住民的丰廉记 还有我们中和的土地公文化记 对 这些都是 我觉得中和的文化有五处的古籍 五处的古籍 好丰富 古籍 所以在都和区里面要五处古籍算 算蛮难 很难得有这样子的 所以中和的这个文化非常丰富 是是是是 好那最后是不是有些话可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的 这个这四年来 在我们市长佛佑宇里 然后摔领所有的相关的基础 预注到我们中和 去改造中和 改变中和 让中和更幸福 更健康 那同时呢 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中和区的 我们的区民 包括我们的里长 我们的社团 我们公益大厦 我们的志工 然后区民配合整个防疫的政策 同时呢 让整个地方的建设 能够透过大家的参与 公民的参与 市民的参与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宝贵的建议 那做得不太好的 也给我们指教 我相信中和是我们的故乡 中和是我们 我们中和人的 我们希望中和能够更加的改变 让中和人更幸福 不只是这样中和好 我们也希望说 把中和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的城市的建构 这样的四大城市的完成以后 然后去影响到 去当台湾的标杆 典范的移转 然后也让世界看得到中和 我相信这些都是 未来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的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区民 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协助 中和大家一起来 那再次请教这个区长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谈到了 大部分都是所谓 中和的一个硬体建设 重大建设也好 基础建设也好 其实当这些建设都陆续完成之后 其实对民众的生活来讲 其实慢慢就会让它更舒适 然后更方便 那当然中和就像你讲的 是一个宜居的一个城市 那一个宜居城市 我们可能就可以在这里 在地老化 然后在地一个教育 然后在地成长 所以对于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对于老人家 或者是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有哪一些的一个进步 跟不一样的一个建设方面 中和的人口结构来讲 已经迈入高龄化 是 那我们的老人人口的 达到将近8万 那所以我到中和来 我们希望说能够做一个普查 是 就独机长老人的普查 那独机老人 因为现在中和的 有一半以上都在公寓大厦 是 住在公寓大厦 你要去普查真的很困难 那我们第一个 就希望我们 附赠事务所能够提供 65岁以上 单独涉及的人口 然后我们再来做普查 所以 给我们的这个单独涉及65岁上 有达到1万5千多户 那个是一个数字 那我们同仁只有两个 两位同仁从不去普查 所以这是一个 过去没有人敢做 因为也没冒普查 他说我们要找方法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们 客长讲说 我们有3000位林长 3000位林长 一位林长 因为有15000多户 一个林差不多5户左右 我们就住我们这些林长 来就地来普查 所以普查结果 仿式的15000多户 后来有384位是我们的独机长辈 然后我们针对他的中跟高中低的 这样的分类的 这个高风险中风险跟低风险 然后去依照他的需求来提供各项的服务 所以包括有电话的每天的关怀 还有居家的访试 还有送餐服务 送餐服务目前来讲有104位 需要去送餐 去服务他的 所以我想一个文明进步的城市 不能有任何人被这个社会所遗弃 所以我们对我们独机老人 需要最关怀最照顾的地方 所以这是第一块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综合 老人的日照中心 这是一个符合社会的需求 所以在这4年来 我们综合本来只有一个日照中心 现在已经增加6个 哇这光这几年来就增加这么快 增加5处了 未来还要再增加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公共托役 本来有6家 现在变8家 未来还要再增加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营华族俱乐部 营华族俱乐部 这是我们市长在的一个政策 希望说每一个里 新北市有1032个里 每一个里都有营华族俱乐部 我们原来的只有18处 现在已经101处的营华族俱乐部 其实每一个里都有 对所以其实已经超标了 对超标了 老人就可以在那边共餐 还有一些营华族俱乐部 一些课程的安排等等 然后包括我们的设计官员据点 设计官员据点本来24处 现在已经42处 都是大五的增加 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些长辈的需求 我们提供各项的这样的福利的政策 或是各项的照顾 另外就是我们在整个 我刚刚讲的那种体建设施完以后 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 我们的公益大厦能够成立营华族俱乐部 所以目前在新北市的 全国的第一公益大厦 营华族俱乐部就是在中和 目前新北市有11处 有6处在中和 所以我们最近要办理公益大厦 在官员会的讲席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往这部分 去做一个设置规划 那个市府也把一些课程 一些讲师会一些教材费用 让公益大厦一起来推动 我相信公益大厦里面的长辈能够走出来 在那边共餐 或是一些身心灵的一些课程 或是一些冻建坑等等 在替老花 所以其实像那个公益大厦 就我们了解 虽然说大家住在一起 但是有时候根本就是隔壁的 楼上楼下是不认识的 但是毕竟大家是生活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让公益大厦能够主动的 来在他们的一个大厦里面 就设置这样的营法族俱乐部 其实就是大家就电梯坐来 然后就在那边吃饭 然后可以运动什么的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式 然后也可以避免 老人家真的都关在家里面 都不出门 对不对 所以其实新北市在推动 所谓的一个 李李营法俱乐部 然后鼓励可能里长 大家办共餐 其实就是希望长辈 能够在地的一个老化 然后养老 然后可以 也是一个乐活 因为其实像 这几年大家在办 你这样子的 营法族俱乐部之类的 其实老人家其实都已经很习惯了 社区的关怀祭典 就在地就可以做养老 做体建 然后社区的关怀 这公寓大厦可以去做的 是啊 中文有695家公寓大厦管理会 其实很有条件 不见得说一定要靠里长 是是是是 不见得一定要真的是说 一定要走到这个社区 所以其实在公寓大厦自己来办理 而且是不错的 而且市府也有补助 每一个公寓大厦 成立营法组织的部 都有补助十万块 购买一些体建的器材 卡拉OK等等 电视 这些我想这个是 市府在投入这一块 照顾我们新北市的长辈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政策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区长在各项政策的一个推动 或者是不管是硬体也好 或者是软体也好 其实都很用心的在推 然后其实大家也会称名叫做 第一名的一个区长 其实这个第一名应该是 你拿到非常多的奖项吧 是不是来跟我们谈一下 好像连续三年获得五大奖 听说今年又有好消息了 因为城市的建构 城市宴景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当然希望说中俄待往 怎样的一个目标 一个定位 所以这三年来 我们除了拿到台湾健康城市佐卫奖 那个其实台湾健康城市佐卫奖 这是一个殊荣 我们透过三大构面 就是健康的人群 然后健康的环境 健康的安全社会 这三大构面 然后我们定了61项的健康城市的指标 这健康城市指标里面有国际的指标 有台湾的指标 有综合的指标 所以后来瓶颈出来以后 我们获得这个奖 获得这个奖以后 我们在颁奖典礼收邀去分享 去分享 综合为什么能够打造 这个台湾健康城市 最健康的城市 其实这几年来 各个区域 很多的区域 还有很多的县市 邀请我去 分享 中文的经验 目前在今年 卫物部也聘请我 当这个台湾健康城市推动委员会的12位指导委员 11位是教授 官方代表就只有我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中文的经验能够这个复制到台湾 所以你出去也是代表新北市 当然是新北市啊 因为很多的健康城市的打造 其实就一个区域的支援来讲 不够啦 一定要市府的各个基础的协助 不管说台湾健康城市总会讲 或者高领友善的敬劳奖 或者是任性城市 任性城市讲这个是在 109年拿到这个奖 因为国际的任性城市的这个组织网站里面 它强调是一个全方位的任性城市 不是只有水之野的任性 防灾的任性 包括它的环境力 它的经济力 它的社会力 它的文化力 所以我们那一年 109年 打造台湾任性城市 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建构来讲 获得很多我们 这评审委员大大的赞许 所以在颁奖典礼不只得奖 也同时再去分享 分享这样的一个内性城市 那去年来讲 因为整个疫情嘛 所以我们在防疫跟防灾 用这两块 然后去这个城市伙伴奖 也是台湾健康城市里面 很重要一个城市伙伴 所以把综合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善用很多的志工 我们综合的志工有585位的防疫志工 然后这个去关怀到每一个 居家简利者 居家隔离者这些 所以这个一个城市的防疫 一定要建立SOP 因为过去我们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这18个垢面 18个防疫的18个垢面 这里面包括接种站 还有快筛 还有疫苗 还有社区的防疫 餐厅小吃店 公园寺庙 移工的防疫 企业的防疫 全部有18项 还有防疫的补助 补偿 还有这个纾困金的发放 这些总共有18个垢面 投入能力达到100多万人吃 这些可以说是全区总动员 防疫滴水不漏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然后去分享 所以未来我们是用说 把中国的防疫 建立SOP 然后这个未来面临任何一个疫情的时候 不管气候病或者是登革热 或是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我们都能够有我们的一套房子的SOP 为了面临任何一个重大的灾害 我们都能够有所准备 所以他所谓的伙伴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面对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协力 公司协力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大家彼此都是彼此的一个伙伴 要互相的一个支撑加油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 联合国他有在推动一个 永续发展目标 永续发展目标是SDGs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城市里面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们在新北市来讲 已经达到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的一个 自我检合的这样的一个完成的 对新北市来讲 也算是在台湾少数能够达成的 那我们综合未来也是一样 以一个区 能够达到SDGs 这永续发展目标的这些很多的那个指标 这些所谓的指标去完成它 所以在整个伙伴城市里面 也是根源的SDGs 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这里面有17项指标 是 城市伙伴一个打造一个 不管说是这个健康城市或是智慧城市 或是绿色城市 或是任性城市 或是友善城市 这些都一定要区内的一个城市 陈政委的工部门跟市部门 透过工民参与 公私协力 然后去打造他的业务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你这样子三年来拿了这么多的一个大奖 哇这应该是新北第一个吧 哇很不容易耶 其实这个是 去年我们中和又拿一个奖 就是活跃奖 活跃奖 活跃奖就是我们用志工 中和有一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就是说大家愿意 很多人愿意为中和努力 付出 所以我们目前的志工有16类志工 16类 16类志工有13000 622人 所以后来去年就拿到这个奖 那个委员对中和真的是占不解口 中和怎么那么 你可以动用那么多的志工 愿意来读出 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对啊就是打造这五大城市 所以去年我觉得在评审的时候 提供一个委员是 城大医学院的研究所的教授 刘教授 我说区长 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 跟我们城大的医学院研究生物 来 来分享 你怎么打造这样的一个 高领和善城市 特别是长照这一块 很多志工的导入 后来我就去分享 所以这几年其实在中和 真的很多都很热心 配合整个事务的政策 不管防疫政策或是防灾 防灾我们是用三生策略 三生就是生存 生态 生活 然后用七月防灾 村里的自主防灾 然后去找在一个防灾的一个体系 让任何的 复合市的财害 好像是全国乡镇里面最多的 这这么多的产值 企业里面要做好防灾 企业要做好防疫 所以在去年我们就 推动我们的七月防灾 我们在远东市区广场 远东市区广场有1600多家的 厂办进租 科技大厂进租 所以我们在那边办 七月防灾的讲席 然后推动 我相信中和的这个经验 过去我们在行政院各个部会 在推动七月防灾 有时候是真的有它的困难度 但是中和跟新北运力 用最快的去投入这部分 所以七月防灾是一个 我们未来要推动的 每一个企业 都有它自主的防灾的能力 然后有能力的时候 还可以互助到工作 协助我们 所以中和目前有七家企业 加入我们的企业防灾 尽力也莫忧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容易对 是 那当然今天一样非常谢谢区长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个中和经验 那我们也一起期待能够翻转中和 一起来点亮幸福 再次谢谢我们区长 谢谢 谢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